大家好,我是风童 今天是咱们人像系统特学班的最后节课了 时间过得好快啊 感觉十几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一次实战案例的前后期的经验分享 通过现场的环境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等等这一切 全方位的和大家分享一次我的拍摄案例 我们会从两部分去跟大家分享这一课的课程 第一部分呢,是从前期的准备策划的思路 一直到模特引导和现场的光源沟通等等这一切 做现场实地拍摄的经验分享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用现场拍到的一些原片 跟大家一起分享后期调色和皮肤处理的部分 OK,那我们下面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咱们第五课结尾的时候 我有体验跟大家剧透过啊 说咱们这节课的主题 这节课呢,我会以男朋友的视角呢 教大家在室内的环境下 怎么给你的女朋友们去拍一套声能有趣的室内写真 这个主题我觉得算是比较接地气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认真听课的话 课后应该都有机会给自己的家人 照葫芦画瓢的拍上这么一套照片啊 这张PPT的配图呢 就是这节课所拍摄的素材的后期 后期所最终呈现的一个结果 辛苦帮我们出镜这节课的一个女生呢 她叫做阿宝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 咱们整体的一个环境视频 OK,我点一下 我点也不放进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是广州一家民宿 这里民宿的风格啊 可能教法不同啊,有的叫北欧风,有的叫印斯风 我之前了解了一下 这类风格在相对较大的城市呢 还算是挺多的 所以我选择这里呢 作为咱们这些课的一个拍摄的场地 主要也是呢 希望同学们看完这些课以后呢 可以有些思路 就像我前面说的可以照葫芦画瓢的 同样做一次类似的尝试 这张PPT呢 所展示的是客厅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有常规 有常规客厅都有的餐桌 沙发 另外客厅的窗户的朝向是朝南的 这样的窗户朝向呢 在上午跟下午的时候 都会有阳光在不同的时间 照进不同的一个墙壁的方向 咱们进行下一个场地啊 这一间是一楼的卧室啊 同样也是有一间朝南的窗户 民宿整个的风格简约干净 这样的场地的优点呢 都是干净好拍 这个就不用说了 拍摄的时候可以很轻松 可以在各个角度去取景 缺点呢 我觉得也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缺点呢 就是会相对于缺少色彩 需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尝试使用道具辅助去加入更多其他一些颜色 关于服装的选择呢 我其实让阿宝准备了算是比较多的一些服装做备选 当你面对就是这类 这类室内拍摄的时候呢 我觉得下次你面对这类拍摄的时候 也不妨多准备一些备选的服装 据我所知的很多同学 真的是非常实在啊 他计划拍摄一套服装 他就准备了一套服装 那我觉得其实你多准备一些服装呢 到了拍摄的现场根据环境的 根据现场环境的情况去比对一下 这样面对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它更保险了 我们在我们准备的服装呢 基本都是处于是低饱和度的一个色系啊 这类的色彩呢 这类的服装色彩呢 在后期的时候相对调色也会轻松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就是这些低饱和度的颜色 就算是有一些带 就算是有一些色彩 饱和度都很低 最后呢 出镜选用的服装是这些啊 最后是这两身衣服 蓝色的连姻裙 和有些许那个色彩的那个T恤 以及蓝色的牛带短裤 整体感觉和房间 跟整个房间的调性都很搭 服装的感觉也都很轻松自然 OK 在介绍完前期策划的部分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视频拍摄的环节 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以这种形式来给大家录制课程啊 所以难免有会有各种的不足 这里我也是希望大家能体谅 因为毕竟第一次录制 那我自己的我后续有很多课程都会以这种现场实录的形式陆续跟大家见面了 我在面对这种室内的拍摄呢 我多数会使用2470这么一个对焦范围的一个焦段 我多数使用2470 2.8 或者是像我最近换的索尼嘛 我是用的腾龙的这支2875 2.8 那这种镜头呢 就是在这种室内的室内场景拍摄的时候会切换 切换焦距会特别的方便 那虽然它是有28到75的这么一个对焦范围 那实际上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多数用的都是50跟75之间这个焦段做一个切换 像50之前的焦段我用的特别的少 只有在室内退无可退的时候 我才会把这个对焦的一个对焦环往广角方向去做一个变焦的一个处理 那我用这支变焦镜头呢 主要是为了方便我在第一时间做一个画面的压缩 还有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你在拍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拍你生活中一些你生活中的朋友 那他们有个问题 他们肯定平常拍照的机会不是很多吗 那当你举着相机去对着这种拍照不是很多的人的时候 那他第一时间拿相机怼着他 他身体就人就已经僵掉了 那我是比较建议如果是想拍一些特写 或者拍一些比较 人的肖像在画面中占的比例比较大的画面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是变焦镜头 你手中的变焦镜头往75端去做一个变焦环 去往75端去做一个变焦的一个处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 你在你跟人物之间有一个相对于安全的距离 他不会因为你的镜头过近而产生特别紧张的那种感觉 你也可以拍照你想要的那种特写 还有肖像类的一些画面 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今天的光线是阴天的这种多云天气 那他的光线都是从窗口这样的一个光线 一个界面范围照射进来的一个曼射光 那大家都知道咱们看一个物体之所以立体的话 是由高光面还有这种过渡面 还有这种阴影面组织在一起 这三者光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他之间的关系越强 那你会看这个物体的立体感会越强 那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光线关系 所以就是我是比较建议啊 如果你想让你拍到的原片 你的女朋友都特别喜欢的话 那一定要注意光线照射的一个角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应该是怎么去面对这个拍摄呢 然后是可以多进行一些这样顺光的拍摄 阿宝可以看我笑一笑 多进行这些顺光的拍摄 这种角度是在这种窗口漫出光线的情况下 出片是原片会比较好看的一些角度 如果你女朋友的五官很立体的话 像阿宝这样鼻子高高的五官很立体 那你可以多拍一些这种背光面的一些侧脸 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在面对这种生活感拍摄的时候 我是喜欢游近极远 或者是游远极近的那么一个拍摄的一个节奏 那大概一会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会先让阿宝躺在床上 先从一些假想的一些视角去开始拍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拍阿宝感觉是早上刚刚睡醒 然后男朋友从阿宝面前给他送早餐的那种视角 然后给阿宝递牛奶的那些视角 然后起来呢可以拍一些 你们女朋友就是伸个懒腰啊 就是看着窗外 然后喝杯牛奶 那其实这些场景 这些所拍摄的这些画面 这些场景都是源自于生活嘛 也都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自然的一些互动 现在呢我就以刚才我跟大家说那个思路 游近近远的去面对咱们室内不能拍摄 那我首先会用一些比较直视的一些视角 拍一些阿宝感觉是起床的一些画面 那一般在初学的同学中 经常会犯一些常见的错误呢 那可能在刚开始在拍人的时候 可能这样角度会可能不太好 例如他们例如有很多初学同学 我觉得容易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他们在拍这种类似的场景的时候 可能会从侧面 就是这种额骨的左右的下方 去拍一些人像的照片 那拿着这种角度拍下去 拿到的原片就会有一个问题 会觉得脸很大 那我是比较建议 如果想原片就特别讨喜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平视角度 或者是选择一些从上下 那个左右上方 类似于45度角的角度 然后直接从这么角度去做一个拍摄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 你在拍照的时候 就会给人物的一个脸型 有个自然的一个 一个瘦脸的一个作用嘛 那我也是为了迁就 窗口窗外照射进来的光线 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是 会从这边的一个角度 做一个直观的一个拍摄 这样的话 人物面部的受光会更好看 脸再往右边转一点点 好的 然后可以抓住这个被子头的一个部分 然后可以抓住这个被子头的一个部分 然后可以闭着眼睛 现在呢 我就用刚才跟大家说的一个思路 去拍一个给女朋友送早餐送牛奶的一个画面 那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我会用我的胳膊去入肩 给阿宝递 把这瓶牛奶递过去 然后呢 我会用我的相机 然后把我的胳膊拍进去 然后同时会让阿宝做一个金牛奶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这样的话 就是也许你完全是不需要进入到画面的 那实际上你的照片也可以给你的 读者有这种 就是你跟你的女朋友互动的这种感觉 然后可以给我一个很害羞的表情 头往右边倒一点点 OK 可以来个害羞的表情 害羞的表情 来看一下拿杯子那个 头往右边倒一点点 来看我一下 来看我看我 你再往左边转一点点 你再往左转 来 来 外头看我看 这身多一点 OK 不要擦了 好 好 现在在拍摄的时候注意眼白那个问题 很多同学在出学的时候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眼白在画面上出现太多的话 人像的那个感觉会不是很好 来可以外头看我一下 你帮我拿低一点点 除了刚才 除了刚才咱们说到那些社会中常见的互动呢 如果你是一个活泼的人 你女朋友也是一个活泼的人 那你其实可以录一些活泼跟逗逼的画面 我觉得这些画面入镜的话也都会很好看 胡子 胡子 可以拿头盔装上胡子 有点多 少一点点 再少一点点 就是你不用拿手 那你就拿鼻子加住它 对啊 然后你这只手可以拉着同个尾部 对对对 阿宝可以看着我 阿宝可以看着我 可以眯着眼睛 眯着眼睛笑一笑 然后连往右边转一点点 那个左手的胳膊的手里 胳膊的手 好 来看我看我 可以抓起那个背头的部分 背在上面 对 刚才拍完了室内的部分呢 下面我们要开始在客厅部分的一个拍摄 那客厅的这些场景的元素有沙发 还有餐桌 那这样我们刚才在室内拍了一些男朋友跟女朋友之间 早上起床 然后吃早餐等等一些生活化的一些互动嘛 那在客厅的话也是可以拍一些生活感的画面 比如说可以躺在沙发上看看杂志 这些场景我觉得在大家周末的时候在家里日常也是经常会见到的嘛 那可以在餐桌上去吃一些水果 那其实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些生活感的一些画面 大家看到客厅部分的光线也主要是靠窗口进来的一个曼射光 实际上现在外面天气已经晴了 也因为现在外面天气已经有直射光线了 但是也是因为太阳角度的问题 下午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朝东的窗户嘛 朝东窗户在下午的时候是没有直射阳光进入的 那其实跟阴天的那种曼射光是一样的 然后基本的光线是从这个角度照射到光间里 那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判断 那如果要是想拍的人物的那个面部 整个受光的感觉更舒服的话 那肯定是让他尽可能找一些顺光的位置拍摄起来 人物的面部的受光会更舒服一些 那顺光的位置的话 光线从这边照射 面对这边的时候是顺光的一个光影关系嘛 那我觉得这样去拍的话 人物面部的一个光影关系 原片看着都会很舒服 那像背光的地方也不是说不能拍 背光的地方可以拍一些 你朋友或者女朋友的一些侧脸一些剪影 比如说他看书的一些自然的一些瞬间啊之类的 那其实如果他的脸够立体的话 就算是一些背光面也照样可以拍得很立体 可以拍得很好看 那咱们就先从顺光的位置开始进行这一部分的拍摄 阿宝可以看着他 这是头可以往右边倒一点点 头可以往右边倒一点点 来看看我看看我 你可以用杂质去挡住 对 把书放在头上 可以头稍微往一边挖一点挨队这样很可爱 那我在拍摄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我拍摄的人他在这个位置并不适合经常做一些频繁的移动 但我觉得他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或者其他一些角度 有很多角度都很好看 那我可能会大概比如说我就举咱们现在拍摄这个场景为例 我可能会顺光拍一些 然后阿宝的一些侧脸我也会拍一些 然后一些相对于背光面的地方我也会拍一些 当然我在拍摄的时候 我会去跟阿宝沟通去调整他脸的一些朝向 阿宝脸往右边转一点点 好的 你可以把下巴放在手背上 那个角度就很好看 头 脸再往我这边转一点 往右边转一点点 OK好的好的 刚才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呢 突然之间墙上就出现一道光影 现在这道光影就没有了 然后他因为今天是个阴天的天气嘛 在阴天的时候呢 乌云就会一阵把太阳挡住 另外一阵又会把阳光露出来 那像这种阳光这种光线就是转瞬即逝的嘛 那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在平常在生活中拍摄的时候 多留意这种转瞬即逝的光影 只有这种特殊的光影呢 才让你的照片变得一种不同 那我刚才在这道这个位置有光线的时候呢 我是让阿宝拿着杯子 然后很自然的靠在墙边坐在了这道光线里 那我在拍摄的时候呢 我会我是注意到那个高光部分的一个包裹度 会控制让它高光部分不让它过曝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可能暗部会有一些些许的一些欠包的情况 但我觉得在后期做后期处理的时候 这种些许的一些欠包处理起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的脸往右边转一点 OK 然后你的左腿稍微一点点 好 你头可以靠在墙上 可以闭上眼睛挨上 来看我一下 看我一下 可以稍微微笑 可以看着杯子 可以做一些生活中的小动作 刚才咱们拍了卧室 还有客厅的沙发 那咱们现在是可以拍餐桌的部分 另外就是 这个今天这个场景它有个特点 就是感觉整体很干净 但这个是它的优点 也是它的一个相对来说的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周围的色彩太少 那我们今天在拍餐桌的部分呢 我是特意选择一些色彩线明的一些道具 这样的话方便去给画面中加入更多一些生活化的色彩 那像咱们的生活中呢 有很多水果是有各种鲜艳的颜色 像香蕉 还有苹果也有红色跟青色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鲜艳的颜色 鲜艳颜色的水果 像橙子 还有像芒果 等等等等 那其实这些鲜艳的颜色 都可以在这种日常生活化的拍摄中 你直接用这种水果 把这种更多鲜艳的颜色带到画面里 那其实你不光可以 你把这些道具加入到你的拍摄中呢 你不仅仅是可以给你的照片加入一些色彩 而且你还可以让它有更多的元素可以互动 那其实像这一盘的苹果 你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朋友拿在手里玩啊 然后很淘气的吃一口啊 其实只要是有了一些道具进入画面的 你就会有更多种其他互动的可能性嘛 那有很多时候在初学 很多时候有些初学的同学 跟我不断的说 老师我不懂怎么去闹道 不懂怎么去互动 那其实就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什么道具都不给他 手里光秃秃的 什么互动的元素都没有 那这么尴尬的去硬摆的姿势的话 肯定看着就都非常的不和谐 那反而你给的一些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元素跟道具 加入到拍摄中呢 那他拿着一些很自然的道具的时候 那他在你的画面中呈现出一个状态 有个很松弛 这台领头 图往这边倒一点点 来遍眼睛拍一张 你可以看那边 给我一个侧脸 连往左边转一点 图往我这边倒一点 OK 阿宝的头下巴再抬一点点 抬一点下巴 可以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头往左边倒一点点 OK 阿宝的脸可以往右转一点 来看看我看看我 可以闭上眼睛 假装闻一闻苹果 你拿苹果那只手的姿势要换一下 看怎么拿怎么书怎么拿 来看一下 这边我放在手的上 这边我放在手的上 就是你下巴也是放在手 手手手手手部上 好的 闭上眼睛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来看看 我看 来个圈构 正哪儿正哪儿正哪儿就好看 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咬的那面你就给我看 你可以咬大一口 可以吗 可以 OK阿宝可以把苹果放在头上 稍微地点头稍微地点头 来吃一口苹果 好 苹果拿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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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气了 看着我 再来四个表情 好 我们刚才在拍着 一边拍摄 一边录制课程的时候呢 突然就发现 这道窗户 录像大哥 镜头给一下 OK镜头你再给给我吧 这道窗户呢 就是因为夕阳的一个关 因为到了夕阳的一个时间了嘛 然后从这道 这道 这道西洋系的一个窗户里 就很自然地打进那道阳光 然后我当时看到阳光之后呢 我就想 可以玩一些光影的创意 但是这道阳光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 它的一个 范围太宽了嘛 那其实这么大 这么宽的一道光线 打在身上 其实也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用枕头 去挡住它窗口的一个 光线的一个 进光的一个 宽展程度 然后把它缩小到一个窄窄的一个细条 那现在是为了 为了收缩这道光线的一个宽展程度 我让我的一位学生 用枕头挡住了这个窗户 然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把你的头往这边转一点点 好 好 可以 我动一下 这样比较快 然后头往这边大一点 然后刺眼的话就先闭着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 家中窗户的一道光线 一个面向西向的一个西照窗户 然后其实只要你足够有一些想法 然后用一些很寻常的道具 也是可以拍到一些很有意见的照片 而且这些照片 我觉得家里都可以拍得到 好 也再往右转一点 好 刚才我们拍完了卧室 拍完了客厅的沙发 拍完了客厅的餐桌 然后还利用室内的光线 拍摄了很多 跟光也有关的一些创意 那随着咱们拍摄的时常推进呢 现在太阳的角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现在呢是广州的时间 是4点半到5点左右的一个样子 那现在屋里也没有很明显 可以让我们用做创意的一些直射光线了 那除此之外呢 就算是在阴天或者一些太阳角度 比较低的时候 也是可以利用一些屋里现有的一些元素 拍摄一些活活的一些互动 窗帘呢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家庭都会有的 算是一个物件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该明显它好 算是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物件 其实如果你们家里的窗帘不是特别画窍的话 那你在给家人拍照的时候 我觉得无论给自己的孩子拍照 还是给你的女朋友们或者老婆拍照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它去做一些很自然一些互动 用它做一些前景 挡住一半的脸啊挡住一半的身体啊 或者是干脆让它很活泼的就是做一些玩窗帘的动作 出来的照片的那个状态都很真实很很生动 大家看到整体的窗帘呢 这个房间的窗帘整体是纯白色的嘛 那刚才咱们我上午 大家看到拍摄的现场呢 这阿宝穿的也是一件白色的衣服 那如果是窗帘本身也是白色 他在穿件白色的衣服呢 那我自己觉得整体的色彩就有些太过于融合 所以我刚才就可以让阿宝去换了一件蓝色的连衣裙 这样的话它整体跟背景的颜色就有差异了嘛 而且蓝白这种相间的配色本身这种颜色的搭配 就让人觉得眼球很讨喜 等一下我开连拍 那现在会拍一些比较动态的一些动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去用 那个你们相机中的一个连拍的功能 那其实本身你拍的人他要在一直持续无端动嘛 那这种动态的瞬间如果你靠单张捕捉的话 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比较辛苦 那我觉得就是提高拍摄效率一个方法 你可以适当的用连拍 我觉得就是当然你在拍摄的过程中 原片肺片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但这种选片的话一定会很容易就可以选出那种 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些瞬间嘛 就是拉穿了一只手可以往下来 好好好可以可以 来电脚筋 电脚筋 电脚筋 人往外走 人往外走 你可以就进去再出来 进去再出来 人再往外一点点 人再往外一点 阿宝可以把窗帘拉上 OK 出来出来 你可以拿窗帘挡住半边脸 刚才用了一些时间和大家分享了现场拍摄的部分 下面我们就进入后期修饰的环节 用当时所拍摄的原片和大家分享这些照片的一些后期调色思路 还有就是皮肤修饰的一些思路 OK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一下后期的部分 后期的部分 会用刚才你们所看到我在拍摄现场拍摄的原片 然后具体说一下后期调整的一些部分 咱们会分为五个区块 我会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IR里面调色 具体我的断在哪里 另外我的思路是什么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在IR里面整组色彩统一的一个方法跟技巧 因为我看前两天的 咱们前几期课程 一直有同学在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会说一下整组照片的一个色彩统一的思路 然后咱们会切到PS里面 我会跟大家说我在PS到底做了什么后续的一个操作 以及在PS里面怎么做一个其他照片之间的一个色彩统一 然后咱们会再具体再说一下 PS相关液化的一些东西 最后我会跟大家再用一些时间去说一下 一组人像作品排版的一些思路跟技巧 总共大致是分为这四五个区块 咱们先说一下在IR里面到底都动了什么 这是一张原片的颜色 这是我当时这组片子给大家录制课程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我还是在用索尼的ACR3 搭配腾龙的那只2875的镜头去完成全程的拍摄 这是索尼的一个原片的发色 然后这个是我最终所调整之后呈现的一个色彩 我在调色的时候我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那个场地 基本是大体是处于一个纯色的一个白色里面 然后基本除了那个 如果只是单说这张照片来说的话 除了白色之外的一个颜色 那就是人物的肤色 那我一般遇到这类场景 我的大脑中的思路 我都会第一时间尝试去给他做一个冷暖对比的一个加强 那白色的话那是一个没有 现在目前白色的状态是没有任何一个冷掉 或者是暖掉一个偏向的一个颜色 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张照片中 人物的肤色本身是已经是暖色方向的一种底色了 那黄色嘛 黄色肯定是暖色系方向的一个颜色 那如果是做冷暖对比的一个加强 色彩加强呢 那我会尝试往白色的部分去加更多冷掉 但是这张原片呢 虽然它的肤色是暖色系的黄色 但是这个黄色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看啊 就显得有些那个肤色有些暗沉 所以我会给他做一个进一步做一个肤色的提亮 那秉承这个思路呢 然后最终是在L2里边是做成了做到了这部的一个出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相对比原片啊 相对比原片 白色的部分我加入了更多冷掉 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样 然后给肤色做了一个优化 基本是大体是做了这两个方向的一个操作 那其实把肤色做了优化之后 就感觉整张照片就通透了很多嘛 那具体我是动了哪里达到这种效果呢 我现在在L2里面去给大家做一个逐一的一个拆解啊 首先我先把刚才动过的区域先关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本身我是先降低了照片的一个原始的色温 照片原始的色温是5400的一个色温值啊 你可以看到我是直接把色温就拉低了 因为我是为了让那个它的白色部分带入更多的一个冷色嘛 然后同时呢我又调整了一些高光阴影 白色阶黑色阶这整个区块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是那个这个区块我之所以这么调呢 是为了配合 虽然我一开始用这个区块调整的时候 我把黑色阶拉的比较高嘛 这个我主要是为了在那个不用拉太多曝光的一个情况下 去让那个暗部的暗部的位置更亮一些 让整体照片更通透 因为画面中白色区块真的是太多了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白色区块状态 已经处于一个过曝临界点一个状态了 你可以看这个位置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是拉 如果是硬拉曝光去提亮皮肤的颜色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会损失大面积白色部分一个细节嘛 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白色区太多了 所以我在后期调整的时候 重点是拉高了一个黑色部分 黑色阶部分的一个色阶啊 从而让照片整体变得更明亮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没有提拉黑色阶 那提拉黑色阶之后可以看到这个区的暗部整个都变得通透了很多 我之前第一节和跟大家说 第二节和跟大家说这个区块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你在调整这个区块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那其实这样 这张图之所以多那么黑色阶 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原因啊 然后呢 下一步我会降低一点点清晰度 这个降清晰度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第一节和跟大家说过啊 就是索尼跟尼康他们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清晰度很高 他们很锐 但是拍人像的时候 清晰度很高很锐 其实也相辅相当是一个缺点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是降低了10的一个清晰度 我记得好像前面几个课程上课的时候 还有的同学跟我说一次照片看着不油润 那其实你所说的那种油润感呢 是可以适当的通过清晰度去找回来的 例如我动个比较大的数值啊 你可以看到 当降了太多的时候 可以看到整个就处于那种那个雾化 那个熨染那种效果了 那同样 如果我要把清晰度拉得很高的话 你会觉得这张照片聚干 对吧 那所以我就适当的降低 降低一点点的清晰度呢 大概降低10 10这么一个数值 那等于是为了让他 就是有些那个画面 画面就是那些 比较干 比较发干的一些色块 让他们更淡化一些 降低清晰度 只要是这个初衷 然后下一步呢 我通过曲线去还原了一些质感 同时我用三个那个色彩通道 去稍微做了一些色彩的调整 那曲线所影响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主要是给那个肤色的部分做了一个肤色的调色 其实那个高光部分基本还是处于冷调的 然后是往黑色的部分做了一个颜色的一个偏移 所以加入更多的一个暖调 这部分就是比较个人倾向 个人喜好倾向了 算个人风格的一部分 这部分其实咱们不用太过于纠结 这个一定怎么调 那我个人更多的是觉得 在曲线的这部分调整的时候 更多的是配合摄影师 一些个人喜好方向去做相应的调整 然后HSL里面我动了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动了一个纯色 另外还做了一个肤色的提亮 原本肤色是这样的 等于整体做了一个肤色的提亮 可以看到 主要是动了红色的一个色相保护度 还有还有对 主要是动了红色的色相跟保护度 然后还有橙色的这三个属性 主要是这两颜色 红色跟橙色 然后下一步我又动了一点点分离色调 分离色调 主要是往暗部加了更多的冷色 然后往高光的部分加了一点暖色 高光部分的取色是在红色跟黄色之间的一个区域 暗部的一个位置是属于蓝青之间交接的一个区域 可以看到黑色部分是有明显变化的 我自己在调色的时候 不会说是一步就是做出那种 就是翻天覆地那种调色 这个不是我的风格 我更我个人风格可能更喜欢 就是每一步微调大概是可能 但是很多部叠加起来会看到比较大的变化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调色方向 然后下一步做了一些相机的校正 这个是一般就自动了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点勾选它就自动了 下一步就是动了一点点的蓝原色 我估计可能视频录出来也不怎么明显 基本是动了这些 然后从而完成了这一张照片全部的一个调整 给大家看原始图 他没反应了 看旁边的图吧 这是一张没有调色之前的一张照片 它在相同的角度可以看到 就像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说的一样 调整之后人物的肤色就会显得更通透了 然后就是给照片增加了更多的龙短对比 OK那到了下一步 有很多同学在前面的课程 跟我一直不停的问老师一组照片 我怎么做色态统一比较合适呢 我总是觉得我的照片色彩 调出来之后一组片的好几个颜色 我自己是这样的 我会先选择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去定调一组照片 那比如这张照片 假设它是我这张照片最喜欢的那张照片 在定调以后 那等于是基本色彩基调已经确定了 然后我会点住这个鼠标的 然后我会点住这张图 然后我按Ctrl跟A 等于做了一个全选 然后我会点击同步 因为这张照片已经颜色基调已经确定了 我会把这个基调直接同步到整组照片中去 但是我会有几个区域我不会做同步的 你比如说是像局部的一个调整 这张图我还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 前面跟大家说过那个镜像滤镜 镜像滤镜插件 给大家说一道为什么动这个 你可以看到如果不上镜像滤镜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已经处于一个就是临近boss的一个边缘了 面包跟盘子部分细节不明显了 所以我因为这个原因拉了一个镜像滤镜 同时降低这个区的曝光 又降低这个区的高光 让这个床单位置反出更多白色的细节 这是我用镜像滤镜的一个原因 这个位置 同样这种镜像滤镜的操作算是局部调整的部分 可以看到局部调整 这个为什么不同步 因为每张图所需要调整局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每张图 每张图调整完全不一样 就是它曝光的部分 曝光的部分我也没有做一个完全的同步 基本就是这几个 我把它勾选去掉之后 我点击做了一个同步 我再重复一遍怎么操作 点击你调完四零张图 然后按住Ctrl 按住Ctrl 然后按住A 就做了一个全选的一个操作 然后点击同步 就点击这个位置同步 像我刚才说的把那些都去掉 把那些不要同步的位置都去掉勾选 OK 然后点击同步 这样的话 你看你刚才那张图的一个颜色 就直接同步到了旁边的照片 无非它的曝光度可能不太一样 但我只需要把曝光度先要拉起来 就OK了 我等于是我自己的思路 每次在调色的时候都是这样 先调出我最喜欢的一张图 然后把这个色调 通用到全组 当然你可能会说 老师 你看旁边的图 它是不一样的 旁边的图不一样 也只是因为它的 我觉得 其他每张照片 每张照片有色差 还有一些观感的差异 多数是因为前三个选项 色温色调跟曝光度 其实你这三个选项的话 你调整好了之后的话 我觉得一组照片的一个色彩统一 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比如这张 我把曝光拉起来之后 是不是跟刚才看的光感 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 OK 我现在第一步 我把这个色彩完全统一到了一组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组照片 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视角 比如这个在墙边拍的 这个是在床上 顺光位置拍的 然后这是 另外就是 这一张照片的拍摄 是它顺光位置 一个反打的一个视角 然后又期望了其他视角 等于不同视角的话 它本身在拍摄的时候 相机记录信息会有些不一样 具体到这种情况 我是怎么做呢 我会优先调整它 就是交界处的这两张照片 你比如说这样 看完这张照片 就直接看到下一张照片的一个视角 对吧 那我先调整这张照片 我先把它的曝光头拉起来 然后色纹调整我要的一个结果 可能有些色彩是适当的设计一些微调 假设啊 就这样的结果也是我想要的了 然后呢 我会调整旁边这张照片 这是另外一个视角的 我也会同样是把曝光头拉起来 然后看哪些 比如这张图 我觉得橙色有点太抢眼啊 把肤色有点太扎眼 降低一点肤色 OK 这时候我在比整组照片一个色彩差异的时候 我会这么去比 快速的在两个张照片之间做一个切换 那这么去看的话 比如说我会觉得这张肤色有点暖 那这张感觉整个照片有点冷 那其实很多时候色彩差异是在这个第一栏跟第二栏出现的 就是色温跟色调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我把色温提高一点点 然后我再做一个快速切换的比对 其实目前这么看的话 这两张照片已经没有什么太巨大的一个色彩差异了啊 基本没有什么太巨大色彩差异了 然后在这两组就是交界处的这两张照片颜色确定之后呢 我会点击 我会把就是它同一个光影场景的所有的照片做一个同步 点击同步 因为它们是完全是相同的这种光影关系啊 所以就是它们的曝光度 我个人都会给它勾选成完全同步的啊 另外其实局部调整也都可以勾选完全同步的 再点一下同步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色彩就完全趋一致了 然后因为刚才这两张照片色彩已经做过校正了 那所以就是它们两个场景 其实色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张照片跟后面这几张是完全一个相同的机位跟视角 我把它们全部勾选 这个勾选的时候怎么用呢 点出其中一张 然后我点出shift键 然后再点击这一组的最后一张 点击同步 那就这么快 然后这一组照片基本都同意过来了 当然有些个别样的照片它曝光度可能会有问题啊 那我再单独做一些调整 比如这张 降低一点的曝光度 然后再跟后面的这些做一个同步 一些些许的微调 好你就单张再逐步去拉一下曝光度就可以了 那其实很快这张照片就可以做一组照片的一个色彩统一 这么多张其实我刚才只用了 呃 其实我如果要是不是跟大家上课这么一直嘴一直得不停说的话 我觉得要上光是上手调整 也就一分多钟吧 这点东西就应该已经搞定了 那同样都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就是 比如这张照片 我看再选另外一个视角 那比如就这张吧 这张 假设这张照片已经跳上完了 再把纯色压低一点点 OK 到下面玩苹果这张 玩苹果这张看着有点暗嘛 这张看着是颜色有点暗 我拉一起点曝光度 OK 统一完了之后呢 那这两张我会做个比对 其实你在比对的时候也是有窍门的 比对的时候我是便建议大家比对画面中最大的颜色 比如说咱们这张照片最大的颜色是什么 除了肤色呢 就是大环境的一个白色 那我就比较肤色跟大环境的白色 那其实这两种大色它没有色彩差异 那就不可能会有出现那种很跳跃的色彩关系嘛 这张照片颜色确认完了之后呢 勾选同步 这都只是原片只是调了色啊 其他什么都没有动 那其实就很快的可以给一组照片做一个色彩统一啊 那这张有些地方就像我说有些地方稍微有些欠爆 多一点点曝光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感觉很快 那其实这样速度又快 然后就是你在调整一组照片的时候还不会担心出现色差 这就是我 这就是前几节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纠结 老师啊 LR跟那个什么你们说的ACR 有同学非得跟我说剪片说ACR 实际上就CAMRODE 那个ACR跟LR之间有什么区别 那其实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在面对一组照片色彩统一的时候 还有批量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LR是有很大先天优势的 那首先它做色彩统一的时候就这么一个横向的画杆 你浏览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真的是不要太方便啊 真的很方便 然后它所有的工具栏的全都纵向菜单 你可以看到直接拖动就行了 ACR那个菜单是得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 那其实真正你一张图你是没有什么感觉 是没有感觉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是也都没有问题的 但当你要面对真是面对一组照片 比如说这组照片我选了94张 94张做修图的备选 你面对这94张照片的时候 难道你一个个在ACR里面去点吗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靠谱的吧 那肯定是这个工具操作起来是最舒服的嘛 好刚才咱们用了一些时间说了一下 我在LR里面做色彩统一贴思路 然后我们说一下在LR里面调完之后 在PS里面去做什么 导到PS里的时候是点击右键 然后在Photoshop各种版本里面进行编辑 我这边已经提前导完了 然后我在PS里面 首先我在LR里调完色之后到PS之后 我个人是觉得虽然是有些冷暖对比 有些冷暖对比了 比如复色跟环境色 环境色也是冷掉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不够强 这种冷暖对比的关系 我会尝试我想尝试进一步加强它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想照照片就是不那么太数码化 所以我就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当然这一步的话就算是比较个人风格向的东西了 有很多同学 这个垃圾我也给去掉了 有很多同学 其实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的话 我觉得调整到这一步 可能他们就已经觉得很OK了 还有少许部分的同学 他们更追求自己人像作品的一些个人标签化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尝试再做一些 力度更大的一些色彩偏色 比如说我这张图的话 我是用 我首先我在PS里面用色彩平衡工具 我尝试往高光 尝试往阴影里面再加了更多的一些冷色 我加了绿色跟蓝色 你可以看到 我又尝试往黑色阴影里面又加了更多的其他的冷色 然后同时调整一下这张照片的一个曲线 拉起了底部的一个左下角 让整体照片变灰一点点 然后同时辅助一个S曲线 进一步还原了一点拉灰的质感 然后下一步往黑色里面又加了一些冷色进去 主要是加了一些偏绿色像的一些色彩 这就是个人喜欢倾向的一些东西 这个没有说是为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在摄影中调色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其实有很多时候你非常喜欢的摄影师 你问他他为什么这么调色 那我觉得如果他要不忽悠你的话 他其实心里就只有一句话告诉你 就是因为他喜欢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 你们一定要不断的日积月累 去提高自己审美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很多摄影师在调色的时候 就仅仅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么去做 那他为什么喜欢呢 是因为他的审美的 他的自己的审美基础已经架构的很好了 他的审美就是是 是比较有导向性的一个自己的审美体系 无论从色彩构图各方面都是 那这就是日积月累达到的一个结果 那其实我这张照片我往里去加这些颜色 也是纯粹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 其实整体的光影也很通透了 另外高光跟阴影里面 就是冷暖整体画面的一个冷暖对比 也已经是有一些底色了 那其实也可以补动 但我自己也喜欢他的色彩更有一些变质度 那所以我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调整 然后下一步也做了一些什么呢 我会做一些这样的操作 就是类似于有些时候头顶的形状不是很好看 我会稍微液化一些头顶 然后其实阿宝呢 他皮肤状态很好 可以看到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动 这就是他原始皮肤的状态 那他就有时候有点黑眼圈啊 毕竟年轻人嘛 年轻人好像没有早睡的 给他做点黑眼圈的处理 然后呢我用这个可选颜色工具啊 给他做了一些肤色提亮 这个是用了什么呢 这用红色 红色提高了整体那个 那个黑色的一个 降低了一个黑色的一个百分比啊 这就可以起到一个提亮幅色的一个作用 整体做了这些 然后最终达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给大家看一下前后对比啊 那这样一张照片 就用修饰完这么一个状态啊 然后这张照片的一个呃 原文件连带配合他的调色文件啊 就是这个呃 lightroom里面这些调色文件 这一套东西 我会呃 作为咱们课程的一个福利吧 算是福利吧 完了然后那个 回来在呃 给投放素材的时候 直接直接分享给大家 这个主要是你们可以更直观的去看 就是这个这个调色文档里到底动了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这套东西等于是其中包括一个加能的一个 这个就不是加能了 这是索尼的这个 ARW这种原文件一个文件 然后同时还有它匹配的一个调色文件 你们在那个拉到AR里的时候 把这个呃 比如说02 960这个文件 它匹配的调色文件 两个文件一起拖到AR里面 然后这张照片进入AR 就是一个就是一张这样 已经调完色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浏览这个工具栏 看到底动了什么 你们就可以更直观能看到了吗 但是记住一点啊 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说给你免费套用的 主要是为了方便你们更好去理解 我为什么动这些东西 另外如果你要是呃 用索尼A7R3的同学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你是也可以当做一个自己以后 可以使用的一个预设啊 我觉得挺方便的 你可以做一个自己做一个保存 呃 如果是尼康跟加能的同学 可能就用不到了 不过也是有用的 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到底 为什么动这些东西嘛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我在PS里面 去做了一些色彩的调整啊 加了这个调色文档 那我其他照片 我怎么做一个统一呢 比如这张啊 其他照片我怎么做个统一呢 我在做其他照片调色的时候 我首先把它倒到PS里面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一组调色文档啊 这个东西如果有同学部会建组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图层下面有一个有一个文件夹的选项 创建新组 创建新组 然后你建组之后呢 你可以你可以把所有的那些啊 调整的东西都在这个组里去进行一个操作啊 比如说你点什么工具 它就自动加这个组里了 如果要是这个东西不在这个组里呢 你是可以拖动它呢 看没有点击鼠标左键 可以拖动它 往这组里去拖 比如说咱们给它做个命名啊 实际上我平常也不用怎么命名呢 调色这样方便咱们辨识 那他们都在一个组里了对吧 然后我在调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我就只要把这个文件夹拖动到这张照片里 他所有调色栏的这个东西全都就全都直接 顶到这个新的文件夹了 再试一次啊 直接拖动拖进来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只不过有些时候 比如刚才这张照片拖进去之后 我觉得它暗部有些太重了 这个不是我喜欢的 我可能会稍微抬起一点点它过重的一些暗部 每张照片肯定是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单独的调整 这也不知道不用每张照片吧 比如就这这两张算是一组啊 因为是相同的一个视角 那这两张一组这一组照片 我觉得你其中有一张根据它这一组的一个特点 去做一些稍微做一些偏异的调整啊 因为刚才会觉得黑色有点重 那当它调整完之后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直接拖到另外一张去 这组直接拖到另外一张去 那就直接做一个色彩的一个拖动就可以了 就真的非常的快 比如这样照片啊这样照片 直接拖过去 就搞定了 是不是觉得很快 其实你按照这些一些良好的一些操作习惯去操作的话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出现一组照片 修完之后七八种颜色 这本身就不太可能一件事情啊 然后在PS里呢 那其实像阿宝的皮肤这么好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可动的东西啊 我就是像刚才那张图是一样的啊 我我大多数情况下我在那个修饰照片的时候 除了咱们那些皮肤处理课说的人脸的一话 除了这点之外呢 实际上我更多的时候 我还会做一些就是头发部分的一个液化处理啊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你头发你动什么 弄错了 头发动什么 你比如这样照片 这张照片在拍的时候 阿宝的头后脑勺是直接直接顶住墙的嘛 那那么头型不好看了 所以我会稍微液化一下他的头型 让他头的形状更好看一些 要不刚才那样很奇怪嘛 然后垫起一下他的头发 这样感觉整体人会更舒服啊 然后这张照片呢 我会帮他说一点脸颊吧 其实咱们亚洲人还有个问题啊 亚洲人多数是鼻翼可能会稍微有点宽 你如果想让他上镜更好看的话 可以适当的给他收窄一点点鼻翼啊 你不要给人做做微整 你收窄一点点也会就会 只要收窄一点点就已经会觉得 鼻子很精致了 那我会给他收窄一点点鼻翼 但实际上原来还本原本还是 还是他原本鼻子那个状态 基本到这一步吧 那就只是做一些整体修行的一部分操作 像这个皱纹之类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其实咱们皮肤处理课的时候都说过 像用一些瑕疵修复工具 直接做一些调整 很快的很快就可以完成一些操作的 还有一点我跟大家去做一个沟通的 就是这个部分很多新的同学会忽视 很多同学在液化的时候真的就只是正常去液化 我是比较建议一下 下次你们再面对这种躺着 或者是脸不是垂直于面对 面对你的这些视角的照片的时候啊 我是个人建议是你把它旋转过来 去再进行这液化操作 比如这张图啊 顺时针90度 其实你刚才躺着去看的时候 这张图你觉得是正常OK的 这样图他俩算一座 这么看觉得OK的 但是你正过来之后你可以看到 就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 它这边边脸颊就是有点肉肚肚的被捶卸下去了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 任何人应该躺在地上都会这样 其实有很多照片 你一些没有垂直过来去看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正常 但当这些照片你掉的一个正常 就是跟你直视的视角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比如这张照片掉了之后 咱们可以给他液化一些脸型 把嘟嘟的脸给他收进去 稍微收一点点鼻翼 OK 其实要这么看还差挺多的 然后咱们再把这张照片恢复 逆时针90度 下次将遇到这类这类的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正向把它旋转正向过来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液化 这点是非常的重要 那基本我在PS里面就做了这么多 在RR里面也做了这么多 然后这节课呢 我觉得有个东西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多同学都会忽略掉 真的是很多同学都会忽略掉 那就是一个关于排版的问题 这是咱们拍的 就是这节课 我所知最终是修出来的一些照片 大概有这么多吧 很多同学很忽视这个排版的问题 我觉得一个好的排版呢 是可以给你的照片 很好去增加一个故事性 并且呢 还可以给你的照片 起到一个加分的作用 比如说你拍60分的照片 好的排版给你照片 加加分 加到个70分75分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加到100分 你可能就是想多了 但我觉得60分加到个75分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我自己在排版的时候 我是这么一个思路 OK 我调一下它 那我自己在排版的是这么一个思路 我比较喜欢用两张做拼图 如果在排版的时候 我们把这张图原始的照片拉大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去做一个拍版 从而让它让它两张照片 有一个故事性的一个呼应 先拉这张吧 这张图好像它原本的大小 是有些不一样的 OK 这张图啊 那我们先把这张图的底图变大 然后把刚才那张图拖进来 然后我调整另外一张图的大小 白色吧 白色比较好看 OK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去给做一张 一组照片的一个呼应型的这种排版 那它在墙边照着镜子 去喝杯牛奶 然后又坐在墙边去喝杯牛奶 那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种互动方式 另外还有就是 比如像这种 嗯 这张不是我做第一张 我用另外一张 OK 这张图 我把它的图层扩大 图层扩大 然后再把另外一张 石油跟着的排版图拖进来 我们也选一张 做鬼脸的吧 OK 调整好大小之后 把它这边踩到正常的一个 边边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再来一张 比如说这张 像这种思路我也会经常用 比如在做这里拍完的时候 因为咱们在很多时候拍摄会遇到这种情况 爬完第一个视角 然后反正再拍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面的时候 比如像这张 我们在拍拍摄的时候 是拍完这边这个视角 爬完之后呢 我让那个阿宝趴在床上 然后又拍了这边这个视角 这种拍摄这种视角的切换 在咱们拍摄中会经常会经常见到 那像我说的就是实际上你在排版的时候 你多动动多动动脑子 多走走心 然后你实际上你的排版 是可以让你的照整组的照片更变得更有故事性 咱们排版的时候是可以 因为是你拍摄照之后 我觉得多数的朋友都会发朋友圈的吧 应该没有人说是拍摄照默默无人 就把他就让他沉在了自己硬盘里 那你发朋友圈的时候 你随便乱丢在一起呢 也是这么去发图 但实际上你稍微动动脑子 让他左右的配图 让他有一个连贯的 让他有一个连贯性 然后让上下的配图呢 就连在一起呢 增加一些故事感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发出一张一组照片的时候 给人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把它拖进去 然后这个我们再合并一下 概念图层 再把它拖进去 这个就是我自己在面对 这种排版的时候 我自己的一个思路 我就是比较喜欢用这种 可以让他们左右图彼此产生 彼此产生故事联系的这种 这种排版方式 这样的话 让人读图的时候 就感觉这种生活感的拍摄啊 如果是这种生活感的拍摄 会看起来就感觉像 实际上在看那个联合画一样 那他看的时候 就本身就有一种被带入的那种感觉嘛 就会被你的那个 整张整套作品的一个 所想表达的一个情绪 所想传递的一个情绪 就已经会被这种情绪所影响 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想提高你作品等级的一个摄影师在最中出片 往一发片之前 你需要自己做的 认真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左右配比起来 再这么去配 这么去做一个那个配图的排版 然后再把它们连贯起来去看的话 可能比你发出单张图 比你发出的单张图要有吸引力很多 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全都分享完了 经过这段时间跟大家一起的学习 我们从相机的选择 一直到一整套照片的一个整体的前后期 跟大家分享了一套系统的人像摄影技术课程 希望对大家面对人像摄影的学习呢 能有些许的帮助 咱们的课程虽然结束了 微信群还是照常保留的 同学们有一些问题或者困惑 都可以找群内的其他同学积极的去沟通 只要你也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 我想其他同学肯定也都会积极的去帮助你 我自己面对摄影一路走来 觉得学习摄影圈子和氛围真的是非常重要 无论你身在大城市或者是小城市 只要我们同学都在一个微信群里 那其实你在学习的摄影路上就并不孤单嘛 然后这个是我的微博 更多免费的摄影经验分享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这个是我的个人公众号 最近太忙了 一直没有更新啊 11月差不多要开始更新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不定期的会有摄影心得的分享 同学们我们再见了